問題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這些東西 有這麼多的碎片 到底要怎麼辦呢 你為什麼不能丟到垃圾桶去嘛 對不對老師 那這樣子要怎麼樣來處理這些東西 這些垃圾還是 雖然鋁罐撿完它還是算是個鋁 不是撿完就變成鐵了 所以我們可以裁切一個罐子 不要拆斷它 像這樣子 我們把它丟進去 我們把它全部都丟進去 這樣子的作用是 丟進去當然是 把它分類 把它再丟回鋁罐的地方去 那這樣就達成了一個 環保回收的一個效應了 哦 我懂了 所以先生這樣這種東西 千萬不要直接丟到垃圾桶 這樣會傷人的啊 所以呢趕快呢 就是利用另一個罐子 把它這個廢物 或是說這個鋁的東西呢 丟進去 然後我們再回收就好了 是 啊 的確是很clever的一個點子